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吗 对不起 双手被连阵署人员拉着 来到新北地检署复训没多久 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吗 有没有收钱 另外免黑衣男子低头不语 跟着连阵单位也走进新北检 他们都是新北市消防局的基层消防员 被查出涉嫌透露病患的资料 给特定的殡葬业者 甚至从中收取不法利益 这被连阵署盯上 怀疑他们设犯贪污至最条例 检联初步调查 新北消防局第二大队 新庄投钱泰衣山更良武功 总共五个分队 有八名基层消防员 涉嫌把报案的个资泄露给藏仪社 还疑似拿到利润 新北市调处25号上午派人 缤纷多路前往搜索 查扣相关的文件和电脑 一并带回离情 召该考纪委员会予以调理限制 进后调查 本大队秉持不妨物中原则 依法办理 新北市消防局回应 去年就主动调查 报请新北检扩大侦办 涉案的八个人 已经调离限制单位 等侦办结果出炉将会严惩 这几年各地殡葬业者 为了抢生意爆发过不少冲突 没想到有些往生者的个资 竟然是从消防员的手中泄露出去 就让家属情何以堪 检联单位将要查个彻底 TVBS新闻怎么不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